那么达赖喇嘛主持国会的这场祈祷仪式可以说引发了不少的关注 紧接着今天星期五呢 他将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来发表公开的演说 达赖喇嘛他此行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又引发了哪些反应呢 在接下来VOA连线时间我们要通过电话连线 请台湾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人先生 来谈谈他的观察和看法 达瓦才人先生您好 嗨 您好 是 先来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达赖喇嘛取代了神父 这是第一次来主持美国国会的祈祷仪式 您认为在宗教上 在这个文化交流上就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么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佛教是非常看重你的发心 或者说你的动机 所以说佛教的一个 就是他的善和恶或者说正确和不正确的差别 是由你的动机或者你的发心 你心里的动念什么 用这个来决定 所以达赖喇嘛就像他在祈祷之所提到的那样 希望他能够一直住在世界能够利益众生一样 这样的一个祈祷在西藏的 从西藏佛教的角度来讲 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样意义就是他的发心 这种发心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它可以引起更多的共鸣 以及很多人聚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力量会无限的增加 然后会让你的这样一种祈祷 或者说你的这样一个发心 会实现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加持的意义 对 西藏佛教对这个非常重视 是 达赖才人先生 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想注意到 就是说我们刚刚也看到新闻当中说 达赖喇嘛他在会晤国会议员的时候呢 他特别呼吁美国在国际事务上 要展现自信 您觉得他是指美国在哪些方面不够有自信呢 是不是在应对中国方面不够有自信 我认为美国在很多方面 他都有时候会表现的是一种选择性的 就是比如说在利益和正义的方面 有时候他要利益 因为他是一个国家 他有他自己人民的特别的利益 但是美国又是一个世界上的大国 而且他的国家的利国的原则 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平等和博爱 这样一个利国的原则的基础上 他应该要这些原则应该要去坚持 当利益和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时候 美国选择的是对一些原则 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正义的事业 他们保持的是静默 或者说比较保持着一种放任的这样态度 或者说更关注自己的利益 那么在这方面来说 一般的国家他可能可以 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优先 但是认为我们从西藏人 或者从佛教教的 或者从一般教教的讲 或者我认为在那方面的角度 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美国是这个世界的大国 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一个 用人民资源的集合在一起 以民主平等博爱自由的观念 建立起来一个国家 他应该引导这个 引导整个人类 走向他自己从建国时候 所拥有的这个准则 所以他有这个责任 他不应该非常的 把自己限制在于利益的范围内 是 达瓦财人先生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 比较尖锐一点的问题 我们知道达赖喇嘛 他在访问美国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 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 就在星期五 他即将要在国家大教堂 举行公开演说 那么据说场外将会有500多名 所谓研究这个多结熟墩的修炼者 这些佛教徒 他们要前往抗议 您认为他们抗议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有人质疑说 为什么连佛教徒 都会对达赖喇嘛来进行抗议呢 因为达赖喇嘛是西藏佛教的领袖 他对一些违背教育 或者违背西藏佛教的 根本教育的行为 他都要做出澄清和说明 这是达赖喇嘛的责任 和他的任务 所以说当达赖喇嘛 告诉西藏人民 你用那种拜见多结熟墩 以差为规矣对象的时候 你违背了佛教的三规矣 就是规矣佛法僧 除了这个以外 佛教并没有其他的规矣 你的这种规矣违背佛教的 这个教会 而这样的达赖喇嘛的教会 如果西藏人听到 这是达赖喇嘛的教导的时候 那么西藏人就会忠行 忠行的结果 这些所谓的多结熟天的这些人 他们就会在西藏人里面 失去他们的失常 所以他们的目的 并不是追求什么信仰自由和那些 而是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 怎么说呢 就是希望达赖喇嘛去曲解佛法 应该是这样 是 达赖财人先生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请您谈一谈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也提到 就是最近大家很关注 中共的一位藏族学者 平措汪杰先生 他在他的新书里面呢 呼吁中国领导人 让达赖喇嘛可以返回西藏 他还甚至说 这个中国领导人 应该要像对待台湾领导人这样 来对待达赖喇嘛 要以和解来消除恩怨 我们知道藏人当中 对于这位平措汪杰先生 有不同的看法 但您对他最近提出的这个说法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您认为他这样的呼吁 有没有可能改变 北京对西藏的政策呢 至少他从共产党的理论的角度来讲 是非常合情合理 而且是非常正当的要求 因为国民党共产党 它可能是利益之争 或者说观念之争 但是在西藏的问题上 党安喇嘛所要求的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就是要求中国政府 按照自己所颁布的宪法 兑现宪法所规定的 民族去制止的权利 而并不是像国民党 或者对中国的宪法 或者中国的国体 或那些提出挑战 所以而且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 党安喇嘛所要求的 完全是合法或宪法范围内的 所以我们很难预估说 他的这种言论 会不会真的会 对中国政府有改变的这样一个 但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 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是在拒绝实施 自己所承诺的 宪法的高度 所做出的一个承诺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达瓦财人先生 台湾的达赖喇嘛 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 达瓦财人先生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感谢您 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 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的参访行程 还有各界的反应 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